如果晚上懶得洗 或者是早上洗澡的時候才會比較精神 去上課或是上班之類的 第四點 他們永遠都喝冰水 哈囉大家好 我是Vivi 有沒有覺得我今天的髮型特別不一樣呢 沒錯 我的髮型師呢 私訊我跟我說 看完影片都覺得我的頭髮 很疼 所以他就決定來幫我做造型啦 不知道你們大家覺得如何 我自己是很喜歡 然後終於不是永遠內彎了 很感動 他的IG在這邊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喔 ok 然後今天的影片呢是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剛去美國留學的時候呢 最不習慣的美國人的習慣 因為今天要分享比較多點 怕影片時間過長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首先第一點 他們上廁所不會糾團 我知道你們可能會覺得 真的 我也不會糾團啦 對啦 這可能是我個人因素的問題 因為我剛去美國的時候是15歲 然後你們也知道 國中女生就是很喜歡下課糾團 一起去上廁所 廁所 廁所 那當所去就非常不習慣 因為美國人比較獨立 等一下就沒有在糾團的 我一開始還有點玻璃心想說 嗯 怎麼沒有糾我 後來才發現 在那邊上廁所 是不留情糾團的喔 第二點 很愛對你笑 好啦 不是這種笑 就是他們很喜歡 走在路上跟陌生人經過的時候 會對看 對你微笑點頭這樣 其實這樣是一種 禮貌性的打招呼啦 但是我一開始當然是很不習慣啊 因為在台灣可能 你走在路上 別人突然看你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這個人怎麼有點奇怪 是不是 你知道 小變態 嗯 除非是那種 你知道可能 呈現慢跑啊 然後阿公阿嬤跟你說 早安那種 可能就不會覺得奇怪啦 第三點 早上才洗澡 在美國我大部分的朋友 他們都是 嗯 早上洗澡的 晚上 通常 不會洗 嗯 當然也不是說 所有人都這樣 我還是有認識美國人 是在晚上洗澡的 只是不多 因為我自己是晚上洗澡 會覺得出去一整天了嗎 然後身上可能會有些細菌 不希望就是床髒髒的 我也沒有特別問過原因 如果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說 嗯 晚上懶得洗 或者是 早上洗澡之後 他會比較精神 去上課或是上班之類的 第四點 他們永遠都喝冰水 美國人他們可以說是幾乎呢 完全不喝溫開水 或是熱開水 春夏秋冬 他們都是喝冰冰的水 在美國的餐廳呢 他們一定會給你們一人一杯水 然後上面加上滿滿的冰塊 他們生病的時候 也沒有特別在忌諱說不能喝冰水 有一點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美國他們水龍頭的水是可以喝的嘛 然後他們都會加過濾器 我大部分的美國朋友他們都會 拿一個大水壺 然後把它裝滿 裝水裝滿 然後再馬上放到冰箱裡面去 這樣子呢就可以每一次都喝到冰開水啦 我一開始是覺得 到底有沒有那麼必要喝冰開水 但是這是他們的文化 所以最後也是蠻習慣的 第五點穿鞋子進家裡 這點我相信蠻多人都聽過 然後我自己在去美國前也有聽過 就是美國人是不會脫鞋子進家裡的 我自己剛開始是非常不習慣 因為我會覺得說 就是腳悶了一天 然後回家我就想脫鞋子 然後脫鞋子就是一種享受 就是你會覺得腳可以得到一種解放的 你知道嗎 而且我也比較喜歡 家裡的地板是乾淨的 甚至我有些美國朋友 他們是連上床都不脫鞋子 我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我真的是驚訝到又不行 然後我看到我就覺得 哇拜託 這是你晚上要睡的床欸 可不可以就是保持一下清潔 第六點 他們都不撐雨傘 我大部分看到的美國人 他們都不會撐傘 就算雨下的再大 他們也不會撐 他們通常都是用帽梯上面的帽子 在哪裡去遮一下這樣子 我其實真的覺得這點還蠻奇怪的 但是我也沒有特別問 然後我在美國是真的超像異類的 因為就是我連毛毛雨都要撐傘 我在想說他們可能會覺得 我到底在幹什麼吧 我是有聽說他們不撐傘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大部分的美國人都是開車 所以淋到雨的路程不會到太長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可能沒有那個必要去撐傘 第七點 不用吹風機 在台灣人家不是都會說 不吹頭髮的話頭就會臭嗎 可是在美國完全沒有這種說法 然後也沒有這個問題 大家幾乎都不用吹風機 而且很常我同學啊 他們就頭髮濕濕的去上課了 我就想說他們不會冷嗎 頭濕濕的欸 但是我在想說 有可能是因為美國天氣比較乾燥 所以頭髮很快就濕了 所以他們也不是這麼的建議 所以一定要用吹風機吹頭髮 風也可以吹乾啦 第八點 他們講話呢 都還蠻委婉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這樣覺得 只是他們比較少很直接的說 他們覺得什麼什麼不好 比如我跟他們說一個想法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說 oh I thought this is a really great idea bu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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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會先講好的 然後再講不好的 就是他們第一句話一定會是 讚美你 然後再說你的不好 讚 有一群美國朋友來台灣找我玩 然後我帶他們去吃臭肉糊 一定要帶他們去吃豆肉糊啊 我就給他們吃嘛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好不好吃啊 然後吃起來怎麼樣 會不會臭 他們就說 那我覺得很好吃啊 一點都不錯 it tastes really interesting 然後我就一開始想說 嗯 interesting 應該是好吃囉 然後我跟他們說 欸 那再多吃一點啊 就是 把它吃完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不要 不用了 很違反的拒絕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說 it tastes interesting 的意思就是 不是說 很有趣的 什麼的 是他們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不好吃 對 第九點 也是今天要分享的最後一點 就是 他們非常喜歡跟你聊天 在美國有很多超商店員啊 然後 反正就是各種店員 或是 路人 很喜歡 跟你 尬聊 就是 聊天 比如說超商店員就會問你說 How are you How was your day 然後就開始跟你聊起來 其實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禮貌問候 只是說 他們不會只問你 How was your day 可能會之後就開始跟你聊 非常多 但是有時候 就是可能心情沒有那麼好 或是你今天就是不想要講話 不想要聊天的時候 你還是要硬聊 因為出自於禮貌嘛 有時候會覺得聊得蠻累的 因為他們就是可以有 非常多 源源不絕的話題可以聊 好啦 終於分享完了 好多點 其實還有很多啦 我覺得 只是我覺得影片可能會太長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有點無聊 那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美國的文化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最後不要忘記幫我分享 訂閱按讚一下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